- 俄罗斯的-20部队长官洲际弹道导弹北约称为SS-18撒弹,在世界导弹排名榜上位居第一,作为一枚战略级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, 撒弹的威力,不是由他自己来决定,是由他所携带的核弹头的威力有多大来决定,而弹道导弹本身,只是负责把这些大威力弹头,带到他们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地,然后把要被攻击的人们送去见上帝。 作为一款1979年服役的成年老货,撒弹导弹的性能数据,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落下风,撒弹的有效载荷接近9吨,最大射程达到16000公里。 该导弹的10枚分导式弹头携带超过2000万到2500万吨,TNT当量的武器威力,相当于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头下的原子弹的1600倍威力, 一枚即可毁灭整个法国。当然,随着俄罗斯最新重型洲际导弹28萨尔马特的研制成功,撒弹导弹也将逐渐被取代。 根据公开信息,截至2017年底,共有46枚20伏型导弹列装战略部队,而已经退役20B型导弹,剩下约11枚。 据俄媒报道称,俄罗斯可能通过重新启动乌乌克兰方面的B涅博运载火箭项目来恢复使用11枚退役20B型洲际弹道导弹改造为B涅博运载火箭来发射航天气。 2014年6月19日,俄罗斯·乌克兰合作的B涅博号运载火箭20B型导弹发射成功,一次性把33颗V型地球摇杆卫星送入轨道。 现在,随着俄罗斯要独自重启B涅博运载火箭项目,这是一枚退役的世界导弹之王诱惑重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